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让人看了春心荡漾 一大群女粉 刷了无数遍都出不了坑 许凯出道多年 合作过的女演员无数 但唯独你比星光美丽让许凯红到发紫 许凯 你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本剧女主谭松韵 要不是谭松韵 你这甚是美颜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被发现 要不是谭松韵 你的演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挖掘 你比星光美丽能大爆 谭松韵真的功不可没 因为本剧的大部分观众首先都是奔着谭松韵去看的 与其说许凯在星光里演技好 不如说遇到了谭松韵这个好对手 在剧中 谭松韵的寄星人设 是个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 还是个性格坚韧不服输的理工女 长相一般 家世一般 但是许凯的韩婷要对他一见钟情 还暗恋了十年 而韩婷的身份显贵 有海外留学背景 是上市集团CEO 成功投资控股多家企业 身价上千亿 关键还有一张英俊帅气的脸 八块腹肌的好身材 这样的身份地位 要对长相普通 家境一般的季星一见钟情 有多难 要被如此优秀的男主吸引 深爱 女主的演技功底要多深 演起来才不会让观众看着尴尬 假如季星这个角色不是谭松韵 换成别人 请问 娱乐圈还有谁能驾驭 娱乐圈这么多年轻小花 谁又能演出被多金 帅气霸总一见钟情 暗恋十年的女孩的感觉 就算有 但味道还是励志 能与男主并肩同行 一生一世 盖观定论的感情吗 闭眼想象 似乎真的没有人 能替代谭松韵的季星 谭松韵就是季星 季星非谭松韵莫属 谭松韵将季星上班足时的状态 创业期的迷茫 企业走上正轨后的成熟 演绎的真的与现实中 奋斗的大部分人状态很相像 这也让观众从中找到了共情和共鸣 让观众似乎也跟着季星的节奏 在戏中走了一遍 这就是谭松韵的厉害 此外 与韩婷的感情戏 谭松韵的季星为何能如此成功 并且让所有观众忽略了他的身高和长相 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不漂亮的谭松韵 配不上高大帅气的徐凯 相反 都觉得是徐凯高攀了谭松韵 没有谭松韵的季星 徐凯的韩婷不可能表现得如此成功 原因是什么 因为谭松韵演技的松弛 对角色的充分共情和理解 最大程度地带动了徐凯 徐凯在谭松韵的节奏里 找到了韩婷应该有的样子 真情流露 恰如其分 最后成就经典 这就是谭松韵演技牛逼之处 虽然人小 腿短 脸圆 长相十分普通又一般 但出道后的谭松韵 主演的作品几乎演一部火一部 没有一个作品扑接或出现bug 无论题材是现代还是古装 都能轻松拿捏 无论角色是古灵精怪 还是成熟稳重 都能随便驾驭 90后演员里 谭松韵的演技绝对是没有对手的存在 如此优秀的谭松韵 感情生活也是干净的 找不到一点瑕疵 几乎没有任何绯闻 是娱乐圈难得干净 认真工作 演技又好的女演员 真的希望谭松韵如星光中的寄星一般 能在现实中找到属于你的寒婷 只有像寒婷这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发光的你 只因你具备寄星一切能力和品质 缘分应该成全努力奋斗 星光闪耀的你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尽管遭到了许多负面评论 但却成为了一条热门的销售之路 观众通过口碑的大幅反击 和收视率的飙升而成名 无论是许凯所演绎的霸气总裁韩婷 还是谭松韵所塑造的工程师寄星 他们的人气和CP感都在稳步上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该剧重新编排的男女主角设定 都是无懈可击的 这无疑是我首次从剧中看到 各种角色背后的张力与场景 在这部戏中 许凯饰演了一个穿着西装的暴徒 她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去游机 她轻而易举地展示了金圈的霸主 尽管缺乏技巧但却十分帅气 走路都如风中的寒亭的修长双腿一般 她的气质犹如高领花 处理事情时表现得冷静 有条理并带有高傲之气 形势果断迅速且果断 在职业生涯中 此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掌控者 其最核心的准则是追求利益 穆强批在剧中扮演的世家公子角色下 表现得十分敏锐 才华横溢 但她的感情只是为其增色添财 在这场对决中 她的清晰和果断显得有些令人害怕 正巧 徐凯展示的原生和表演技巧 都让这一出看起来不太引人注目的 霸道形象完美地展现出来 从而让角色的设定更为合适 同时也增加了寒庭的吸引力和实际能力 谭松韵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实在太精彩了 虽然该剧的定位是现偶 但稍不留神便可能出大问题 像以爱为盈那般过度和华丽 但是 你比星光美丽的数据显示其走高走低 足以说明观众及市场对其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你比星光美丽发布以来的四天时间里 不仅持续领跑了卫视黄金时间段的Top 1 同时猫眼的全网平均播放量也突破了1亿佳 这在初期甚至比墨语云间表现得更为强劲 不仅如此 该节目还成功地超过了杜华年 甚至猫眼全网热度榜Top 1和双平台站内热门榜Top 1 在角色和人物方面 他已经成为了超级热门 数据和热度都以爆销型的势头在稳步增长 当然 这样卓越的成绩也离不开主角 在剧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的出色能力 你比星光美丽这部作品里 到底是徐凯的路人盘 还是谭松韵想要享受红利 身为湖南严格筛选出的内娱个体经营者 从开播受到嘲讽 到演技得到了赞誉 谭松韵到底隐藏了哪些令人意外的亮点 首先 我深信湖南卫视的严格筛选 观众的喜好就在于路人盘上 坦白讲 当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播出 你比星光美丽 并迅速获得关注后 主要观众的口碑 往往会受到谭松韵的高度关注 因为谭松韵有着极佳的公众基础 在40多岁的观众群体中 她与赵丽颖同样因其国家知名度和玄学感而深受喜爱 作为湖南卫视的女儿 谭松韵的每一部作品都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旋风少女最初赢得了青春剧场季冠 而她后来的作品《浪花一朵朵》和《以家人之名》 也都荣获了湖南卫视CVB未观 她的作品如《锦衣之下》和《2023年归录》也成为了大热之作 尽管她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以非常低调的方式播出 但她们都赢得了广大人们的喜爱与喜爱 更为重要的是 尽管她是一名演员 几乎从不涉足综艺节目 她始终保留了自己作为演员的神秘面纱 同时也避免了任何炒作或绯闻 作为一个娱乐行业的个体经营者 在并未与任何商业公司签约的前提下 她依靠自身的专业能力 持续致力于推动内娱领域的事业 使步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商业价值之路 她一直都是一位充满温柔和魅力的女性 通过低调的拍戏方式 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即便在年约30多岁的年纪 也始终在向观众带来惊喜 每一个年龄段的人 都将得到一位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角色 她利用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亲和力 牢牢握住观众的遥控器 坚信优秀的表现与角色相协调是关键 始终坚持向观众输出 以赢得观众的信任和影响力 每年都会有一部与芒果台合作的剧集 而每部剧播放后的收视率和赞誉 都是她努力追求的 谭松韵似乎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魅力 深得观众的喜爱 他们都对她的表演才华十分欣赏 或许这就解释了 为何她能在没有公开宣传的前提下 仍然成功获得卫视Top10的称号 我会变成功获得卫视频